夫妻倆用心的開始搓揉麵團 為了就是要將愛心傳播到各處 在三年前妻子因為手捲入了壓麵肌 在修往過程當中到處旅行 也體悟到了生命的重要性 決定開著小貨車來到全台的社福機構 贈送愛心饅頭 我們的工作跟饅頭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是做粽子 所以我們只是說利用這個麵粉 在車上不會壞掉 不會再取得很方便 然後這個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動 做多了他們可以盯起來 可以回徵來吃 所以我選擇這個饅頭這個東西 越做越快樂 所以我們把時間就拉長了 那有的人會問說 那你的錢呢 我說自己的啊賺的啊 我們回去就賺錢了 那孩子也大了 我孩子都29歲27歲了 我們的責任也輕了 所以也思考說其實 就是我也在替我們自己身邊寫故事 這座三星福奇環島旅遊 全都是靠著這輛小貨車 住宿洗澡全都是在這裡完成 雖然很簡陋 不過他們認為開心最重要 這個毛巾用下去都是水 然後就是這樣擦 然後有水 這樣擦 像這個用水 然後就是這樣擦 這樣擦一擦洗一洗 最後都擦過一遍了 還是要用水沖 外界都是看到他們幫助別人 但是福奇黨說 這集上的環島之旅 他們才是收穫最多的人 因為他們看到台灣的熱情以及友善 而在未來一定會回到台東繼續送愛 記者 蔡纏 港東社報導 可以 可以